我们的子女投胎不是随随便便的,是命中注定的。 子女投胎分三种。 第一个报恩,过去生中你跟他有缘,这父母对你有恩惠,你遇到了很欢喜,你来报恩的。 第二种报仇报怨的,过去生中你们是冤家对头,他到你家来,来报怨的,来报仇的,这个麻烦大了,这个小孩将来是败家子,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 第三种是讨债的,你欠他的钱,但是不欠他的命,他也不会要你命,你所赚的钱就得还给他,讨债鬼。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,好的小孩少,坏的小孩多,什么原因? 你父母对人是不识恩德多,还是自私自利想占别人便宜念头多? 道理就在此地。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,投胎来报仇的子女身上有这四个特征,父母要注意了,请用心还债,多做善事。 一,性格暴躁偏执的子女。 有些孩子随着年龄的成长,会逐渐出现一些暴力倾向,而且他们通常都非常偏执自我。 这些孩子当中,有一些是因为青春期的原因,经过父母的引导之后,可能慢慢就会走上正轨。 但是,还有一部分孩子,不管父母再怎么教育他们,他们都不会听父母的话。 不仅如此,父母一开口教育,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会榨毛根,父母顶嘴,父母道理说了一大通,孩子最后还是我行我素。 这种孩子,可能天生就是来磨砺父母脾气的。 二,不知感恩,不懂孝顺孩子不知感恩,不懂孝顺,有的是因为父母宠溺过度的原因,但除了这种情况以外,有一些孩子天性就是比较薄良,不管父母为他付出了多少,他都不会放在心上。 父母如果对他不好,孩子也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,而父母为他倾尽所有,孩子也不会有一丝感动。 这种孩子上辈子大概就是父母的仇人,当父母的无论为孩子做出多少,都无法温暖孩子的心。 三,出生就开始吃钱。 现在大部分人一家都只有一个孩子,做父母的在孩子身上花大笔的钱,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,但是有些孩子一出生就身患重病,毕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 做父母的不可能放着孩子不管,就算倾尽所有四处借钱,也会不断地为孩子搭进药费。 有这种孩子的父母,可能是上辈子欠了孩子的钱没还,所以孩子自出生起就开始要债。 四,爱哭爱闹行从孩子,出生开始算起。 让父母感到最痛苦的时间段,应该就是孩子还未学会说话,躺在床上嗷嗷待哺的时候,有些小孩子天生较多,吃了睡睡了吃,不吵不闹的。 但是有些小孩天生就比较闹人,但凡醒着就会哇哇大哭。 有时半夜睡不着觉,也会一直哭闹不止,夫妻二人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。 养到这样一个孩子,当父母的内心是崩溃的,但是又打不得骂不得,只能好生哄着。 这种孩子是来讨债的,相信没有谁会反驳。 面对这样的孩子,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山不转人转,不是冤家不巨头,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。 我们的思想属于必然论,而不是偶然论。 人和人之间会产生关系也是一样,转来转去都是有冤的人才会碰在一起。 当然冤家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情,有看了就讨厌的死对头,也有看了就喜欢的欢喜冤家。 所以在古代就另有一番说法,认为亲子关系决定两代人的恩怨,子女不是来报恩的,就是来报仇的。 我们纵观现实,子女的表现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表现。 来报仇的子女,父母家财万贯,他帮父母花光败掉,父母生意兴隆,被他搞得一败涂地。 来报恩的子女,父母的健康,他会全心全意照顾,家境不好,他会赚钱来补贴家用,父母名声不好,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。 这种子女实在是难能可贵。 有一个例子,典型的子女投胎报仇。 24岁的留学生,在日本上学五年,每年学费要二十万人民币,但他妈妈的工资每月只有七千块。 他的学费,生活费,全都靠他妈一个人节衣缩食的负担,家里积蓄都被耗光,实在负担不起的就靠贷款,举债勉强支撑。 但这个留学生在日本却过着大手大脚的高消费生活,每年光生活费就要将近二十万,经常请同学吃顿饭就花掉几千。 就是这样一个儿子,妈妈还是倾尽所有的付出,儿子一伸手,他就四处筹钱给儿子寄过去。 但当妈妈再也拿不出钱时,儿子并没有体谅妈妈的不容易,反倒满怀怨恨。 案发当天,他到了上海浦东机场,见到他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钱到底有没有,给不给我,随后两人吵了起来。 在听到他妈回答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时,愤怒地他从托运行李包里拿出两把尖刀, 对着妈妈的头部,手臂,腹部,背部就是一顿狂砍,妈妈当场倒在血泊里,差点挂掉。 但不可思议的是,被抓住之后,这凶手居然还在怀疑他妈,我就是觉得他是在骗我,不是没有钱。 我很气愤,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。 而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,他妈虽然差点被捅死,但就这也没怪罪儿子,反而在法庭上为儿子求情, 刚从医院出来就重新举债花重金请律师,为儿子脱罪。 之前我看到有个很悲壮的留言,只有少数孩子是投胎来报恩的,多数孩子是投胎来报仇的。 我想了一下,什么样的娃算报恩呢? 有个朋友说,娃子学霸,将来有出息就算报恩了,但想想好像也不是。 就我周围的例子,娃子一路学霸,工作后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不少,但对父母体贴又孝顺,满怀感恩之心的真不算多。 很多成年了还肯老,压榨父母,天经地一般享受着老人的服务,甚至很多家庭里亲子关系都在崩溃边缘。 曾是强曾严,孩子投胎到你家,无论是为了报恩,报仇,讨债还是还债,这种关系背后都蕴含着前世今生的交源。 他们既是一种恩赐,也是一种劫难。 这句话深刻地探讨了孩子与家庭之间的神秘联系,以及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。 孩子被视为一种恩赐,因为他们带来了父母无限的爱和喜悦。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,父母可以享受到与孩子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,培养他们,见证他们的成长。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满足,这些瞬间将永远珍藏在父母的心中。 然而,孩子也被视为一种劫难,因为他们带来了责任和挑战。 父母需要为他们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,教育他们,关心他们的需求和情感。 有时,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,可能会带来痛苦和压力。 但正是通过克服这些挑战,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,成长得更加坚强。 在理解孩子与家庭之间的这种神秘联系时,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前世的因果关系。 孩子可能是前世行为的结果,他们可能需要还清前世的债务或完成前世未尽的使命。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孩子会在家庭中经历挑战和困难,因为这是前世因果的延续。 然而,这也为父母提供了一个机会,即通过爱和关怀,帮助孩子走向更好的方向,化解前世的因果。 总之,曾世强的话语提醒我们,孩子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联系,还涉及到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和交缘。 孩子是一种特殊的礼物,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和挑战。 通过理解这些神秘联系,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和珍惜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,同时也更好地处理家庭中的挑战和困难。 这个话题提醒我们,生命是复杂而奇妙的,它充满了深刻的意义和机会,我们应该以爱和智慧来回应它。 打电话